大家好,我是小慧 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 老话说得好,是要三分读 如果生病了就想起用药片来抱佛脚 那不如在日常饮食中多吃下面的集中食物 有些食物不仅有健康保健的作用 甚至还可以治病 偶尔吃一次,效果当然是不明显 但如果长期的吃,一定会有很好的效果 第一种天然的酱汁药,三渣 三渣是很好的酱血脂食品 可以入菜,也可以生吃 也可以做成三渣干,泡水喝 三渣里面含有的三甜类和黄铜类成分 能够有效的降低血清胆固醇 三渣的维生素C,具有酱汁减肥的作用 所以三渣是高血脂患者使用的佳品 对抑制血清胆固醇和肝油山脂增高都有很好的疗效 三渣中的黄铜类物质能够扩张血管 预防心血管疾病 预防高血脂高血压造成的动脉硬化以及血栓 三渣还能够促进心肌收缩的能力 二,天然补肾药,三药 三药的保健功效是很多药材都没法代替的 将来有白人参之称 具有脂婴补肾健脾抑肺的作用 能够抑肾甜精 中医把三药称为上品之药 三药中含有多种的营养素 有强劲肌体,脂肾抑肾的作用 三药性贫肝,胃肝 最佳的吃法是蒸着吃 营养损失最小 还可以做汤或者是炒菜吃 三,天然安眠药,香蕉 香蕉实质上就是包着果皮的安眠药 除了能够平稳血清素和去黑素外 它还含有美离子 而美离子能够使肌肉放松 另外,香蕉还能增强大脑中 使人一跃的五强色氨物质的含量 能够帮助多愁善感的人 驱散悲观,烦躁的情绪 保持快乐的心情 四,天然感冒药,柠檬 柠檬中富含丰富的维生素C 感冒的时候服用高剂量的维生素C 确实可以改善症状 用新鲜的柠檬切薄片 再从乳温开水跑来喝 能够顺气化痰,消除疲劳 五,天然味药,圆白菜 圆白菜富含散食纤维 又称厨房的天然味药 对于长期饱受肠胃痛苦溃疡 所苦的人而言 不妨添一道圆白菜 圆白菜含有一般蔬菜中 比较缺乏的蛋白质脂肪和糖类 对于胃溃疡和十二指肠溃疡 可以有效的预防改善的作用 六,天然皮肤药,柑橘 柑橘有植物的医师的美誉 其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温和清凉 能够起到抗过敏的作用 在欧洲含有洋柑橘和金展花成分的舒缓滋润霜 被誉为天然激素 特别是对过敏,湿疹,皮炎和干燥泛红的皮肤 有着绝佳的疗效 七,天然止痛药,生姜 生活中很多人生受慢性疼痛的折磨 专家表示 生姜就是一种天然的止痛药 具有症痛功效 且不会带来任何的副作用 生姜能够阻止疼痛信息 传到中枢神经系统 从而减少疼痛感 还可以辅助治疗风湿和关节炎 每天四分之一茶匙 就可以缓解极有疼痛 生姜的吃法多样 可入菜也可以泡茶 八,天然酱鸭药,芹菜 芹菜又叫香芹,普芹等 除香口好吃之外 还有酱鸭的药用功效 从芹菜籽中分离出一种碱性成分 有镇静的作用 取生芹菜去根 用冷开水洗净 角汁加入适量的蜂蜜调味 日服三次,每次40毫升 对辅助治疗高血压,降低胆固醇,疗效颇佳 对原发性、妊娠性以及更连期高血压均有效 九,天然泻药,西梅干 便秘是困扰很多人的难言之隐 西梅干缓解便秘的效果最好 因为它含有的三里糖醇是一种天然的泻药 西梅干富含钙、钾等的矿物质 还富含膳食纤维 膳食纤维有助促进肠胃的蠕动 在通过肠道时能够保持水分 对排泄物起到软化、湿润的作用 从而缓解便秘 十、天然酱糖药、幼贵 尝试幼贵食品能够起到暖身和酱糖的双重作用 幼贵本身具有类似鱼岛素的活性 在防治糖尿病方面具有应用的价值 准备黄柑6-10克 芝母6-10克 幼贵2-4克 以水煎服可以有益于糖尿病患者 隐寒达热 精英降火 十一、天然的抗癌药、大蒜 大蒜中含有硫的成分 能够清除致癌物质、亚小胺 都有防癌的作用 特别是防胃癌的作用 大蒜还有大蒜树、大蒜蜡树等 对乳腺癌、卵巢癌等的肿瘤 有很好的抑制和预防作用 当然偶尔吃一两次 是没有什么抗癌的效果 每天吃10克左右 长期坚持可能有效 十二、天然的润肺药、银耳 银耳有强精补肾 滋阴润肺、生津止咳 精润液肺、润肠通便 补气、河血 强心、撞身、补脑、提神 嫩肤美容、炎年易受抗癌之功效 适用医治肺热咳嗽、肺躁干咳 腹里月经不调、胃炎、大便密结等症 此外,银耳还能提高肝脏的解毒能力 有保护肝脏的作用 对于老年慢性机器管炎 肺原性心脏病也有一定的疗效 十三、天然氧发剂、黑豆 黑豆的乌发养发功效在很多古籍中都有记载 如本草纲目十一中指出 吃黑豆能够一斤补碎、壮力润肌、发白厚黑 久折转老为少、中其身无病 黑豆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E、花青素、液黄酮等的成分 其中丰富的维生素B群以及维生素E 皆为美容养盐所需要之营养成分 尤其它含有多量的泛酸 对乌发不变白也有帮助 十四、天然抗衰老药、葡萄 葡萄特别适合懒惰的人吃 因为最健康的吃法是不包皮、不兔子 葡萄皮和葡萄籽比葡萄肉更有营养 红葡萄酒之所以比白葡萄酒拥有更好的保健功效 就是因为它连皮一起酿造 葡萄籽中含量丰富的增强免疫、养缓衰老的物质 肌肉人体后有85%被吸收利用 十四、天然美白药、白萝卜 中医认为白萝卜可以利五脏、令人白净肌肉 白萝卜之所以具有这种功效 赤油一起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 维生素C为抗氧化剂 能够抑制黑色素的合成 防止脂肪氧化、防止脂褐色沉积 因此长食白萝卜可以使皮肤白净细腻 老了不想有病 这些天然的补药 降压降制、助睡眠抗衰老 大家在日常生活中不妨多吃一些 好了朋友们 今天所分享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 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 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 都是我前进最大的动力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 我们下期见